那按照慣例呢 那我们先从基本的范例呢 先让大家热身一下 这所谓的动量守恒定律 他说呢 子弹质量M速度V 那射到禁止的木块大M 还停留在木块里面 那求第一个 合体的木数到底是多少 那前面呢 其实我们提到过 牛顿地运动定律呢 他讲的是一个物体 那动量守恒逃了一个系统 一个系统呢 不受外力的时候 它的动量会怎么样 会守恒 那各位 系统呢 你可以任意选择 如果我把子弹跟木块 整个当做一个系统 那子弹对木块的力 木块对子弹的力 都是属于这个系统的内力 这个系统其实水平方向 并没有受到其他的外力 各位仔细体会一下 如果你把子弹跟木块呢 整个视为一个系统 对不对 那子弹对木块力 木块对子弹力 是属于这个系统的内力啊 好 那我们怎么样 我们在这个系统呢 水平其实并没有受到其他外力 那牵质也许受重力 好 可是呢 我们假设子弹射击木块是一瞬间 而且我们是讨论怎么样 是讨论水平方向 所以呢 我们这样看 它的动量必须要怎么样 守恒 因为水平方向 其实并没有受到其他的这个外力 来 原来动量多少 我这样算 原来子弹质量m速度v 这个质量呢 大木块的质量大m速度是0 这是原来的动量 那子弹射到木块 好 假设呢 它变成合体并没有穿出 所以系统的总质量小m加大m 那合体的速度叫做什么 叫做v' 那我们刚讲 你没有受到 水平没有受到其他外力啊 动量守恒啊 所以原来的动量 要等于后来的动量 各位 我们动量守恒 劣势我们都这样列 原来的动量 要等于后来的动量 这叫动量守恒 所以我们这样列 这小mv加大m乘上0 等于小m加大m乘上v' 所以v'呢 OK 就可以把它解出来 这就是合体的末数 很简单 不要想的太复杂 动量守恒 它其实只是一个概念 它并没有怎么样 并没有什么公式 这个要大家背 动量就mv而已嘛 它只是一个概念 原来的动量 要等于怎么样 等于后来的动量 好 各位 题目呢 其实变化很多 这题目变化很多 他说呢 有一个人 质量m速度v 跳上原先禁止的台车 质量大m 跟车子的一体前进 那我问你说 合体的末数呢 到底是多少 来各位 你原来这个人 在这个 路上跑跑跑跑 速度v呢 跳到这个台车 带动这个台车 一起往前进 好 那怎么算呢 来一样 你把人跟台车 当做一个系统 人对台车力 台车对人的力 都视为这个系统的内力 这个系统水平方向 并没有受到其他的外力 所以水平方向 动量要守恒 那原来动量多少 各位 原来呢 人的质量m速度v 好 台车质量大m速度0 后来呢 人跳到台车一起动 质量一起算 速度呢 叫做v' 因为它变成怎么样 变成合体嘛 对不对 好来 所以呢 原来的动量 等于后来的动量 所以我们讲 原来呢 mv 加大m乘上0 等于小m 加大m乘上v' v' v'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合体的速度 可以把它算出来 各位 一开始这个题目 这个让大家热身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答案 有点面熟 各位 这个答案 是不是有点像怎么样 像刚刚 子弹射进木块 这答案其实一样 人跳上台车 跟子弹射进木块 其实这个结果 其实是一样的 我这个题目呢 两个答案都一样 我只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在力学里面 题目呢 其实变化很多 观念虽然都一样 但是题目变化很多 你一定要怎么样 你一定要有一个能力 好 就是要能够看出怎么样 看出这个抽象化的问题 你要抓到那个核心 重点是小m跟大m 整个当做一个系统 这个小m对大m的力 是属于这个系统的内力 所以这整个系统 它的动量要守恒 至少在水平方向 不受力 水平方向的动量要守恒 所以呢 让大家体会一下 不管是子弹射进木块 还是人跳上台车 其实这两个问题 它的基本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等一下呢 题目变化也是非常的多 人跳车啊 人跳船啊 这子弹射进木块啊 问题其实变化很多 但是归类起来 它们都属于同类的问题 我希望各位呢 能够跳脱出这个什么 这个问题的表象 能够直指这个问题的核心 这样你才能够用最少的观念 解最多的题目 不然题目永远都解不完啊 对不对 这题目变化非常的多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阿尼砍头发一样嘛 对不对 人在车上走 人在转走 这基本观念一样 题目变化很多 所以第一个题目呢 让大家基本热胜一下